大批警察拿枪又拿盾牌攻坚 直接一名男子已经跪在地上 塞尔维亚当局研判 这名嫌犯和外国恐怖组织有联系 而且他和当地稍早 这起攻击事件有关 对你没听错 当地时间29号 一名男子确实拿了一把十字弓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 攻击以色列大使馆的援警 直接打中他脖子 后来是男子问完路走掉又回来 才从手中的塑胶袋拿出十字弓攻击 不过警察反应快 来得及掏枪 当场击毙对方 原警随后也被紧急送医治疗 进行手术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奇也到医院探访受伤援警 并且断言这起事件就是恐怖攻击 当局说这起恐怖攻也疑似和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哈瓦比教派有关系 但详细动机还在调查 不过以色列外长卡茨事后发文 感谢塞尔维亚的应对 也祝福原警早日康复 TVBS新闻走不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